不失能修佛 忍辱能保持 如果没有忍辱 佛说得好啊 一念称心起 百万丈门开 你修再多的不失 一发脾气就完了 功德没有了 功德没有是负德在 负德 六道里面人天福报 脾气大的人 不能忍的人 修了大福报 到哪里享受啊 到阿修罗道享受 阿修罗 论言经上讲得很清楚 五道里面的 除了地狱道 没有阿修罗 其他的都有 有天阿修罗 有人阿修罗 有畜生阿修罗 有鬼阿修罗 只有地狱没有阿修罗 所以那就要看 你的福报了 大福报的 天上做阿修罗 中等福报的 就是人间阿修罗 下平福报的 要鬼除阿修罗 阿修罗 福报大了 没有仁义道德 也就是 诚惠心重 佛报大 害人就更多 死了以后 古报呢 没有不多地狱 那很可怕了 所以 忍辱 比什么都重要 什么都能忍 我们 出世在人间 尤其学佛了 都是善心 善心 善念 善心 还有很多人来找麻烦 说你是什么 说你是假的 说你有企图 你有目的 你要是你没有 我不相信 无中生有 嫁给你罪名 你要不要人 要人 不但要人 还要感恩 为什么呢 他来考验考验你 看你忍辱 功夫有多大了 你在这个时候 提升自己境界 忍辱 顺利 都要忍 顺境里面 顺境善与 你遇到的 都是好人 这个环境 也都非常好 这个要忍什么呢 要人 不深贪念 不能有贪念 逆境 无缘 要修人 不深 诚慧 总而言之 无论什么样的境界 要保持新地的真诚 亲近平等 这就是忍辱功夫 对待任何人 都要谦卑 我这次参加吉隆坡的世界和平会议 马来西亚 信奉伊斯兰教 他们伊斯兰教是国教 我选择了 伊斯兰教 圣训里面的四句话 我写出来的时候 送给大家 第一句 在你欢喜 或者是奉恨 在这个日子里 要讲公道话了 因为人在欢喜 或者成会的时候 往往的时候 他讲话就有偏差 那你要保持头脑清醒 你讲公道话 那不能随着你的爱跟狠 你要主持公道 第二个 是要帮助 跟你已经倔交的人 那已经倔交了 但是他有困难的时候 你要撑出援手帮助他 第三条是 他跟你不是你的好朋友 但是这个人是无情 决意 那不是好人 他要有困难的时候 你还得去救济他 第四条 不要去测怪 对你不义的人 不要去测怪他 你还能够原谅他 伊斯兰的教诲 你看这四条 是不是都是符合 忍辱波罗米 你也不能忍 你能做得到吗 这个四条 是相当忍辱的功夫 真的忍辱提升了自己的境界 提升了自己的灵性 所以忍辱是修行 成败的关键 多少人修行不能成就 什么原因呢 不能忍受 瞬间 其贪爱 逆境 其成会 推转 堕落了 这太多太多了 所以它是个关键 因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